我們大印象當中的話 講的最多的應該大概就是 那個林口對不對 是 林口新治症 政府出面主導的 對 然後當初也很多人講說 那個地方大概可能做不起來 然後你說要讓所有的人 讓移居移到了那個林口新治症 可是現在還真的有看到 有一些眉目在 我覺得我們今天探討那個歷史 昨日 今日跟未來 其實有很重大的意義 其實過去林口最早民國六十四年 就開始有一個 其實開始它的開發計畫 那時候是叫做林口新台地 它是一個秋林地 所以還沒有做到新治症 因為這規劃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一片荒芜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民國六十四年是 台灣省政府在做主導 所以這個時候 它要分成三期開發 那三期開發 可能第一期開幾百公頃 第二期開第二期開 後來發現說 這個因為什麼 這個開發要遣 所以必須要跟省政府調露 一個什麼特別預算的建設基金 那個時候 因為大家就覺得說 建設基金投入在這裡 到底有沒有遠景 就很多中間就停頓 所以很多的事情就發現說 原本它開發規模 可以到四十五萬 現在大概可以減為八萬 可是我現在已經不止了 大概皆是一二十萬 好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說 2014年機場捷運通車之後 林口改變了 那當然很多廣告詞說 林口這個物善的人來了 很多人在講這種新的口語 好 後來發覺說 Outlet進來了 Outlet 三景Outlet 竟然在這裡投資五十億 哇 這個整個 把它規劃成這個人潮的地方 加上捷運 才有目前現在的 所謂的林口的一個遠景 其實說到林口 真的有不少人的血淚史 跟慘痛經驗 因為畢竟這裡曾經 就是被大家很看好 但是也曾經泡沫破滅過 因為三十年前 說到造證的時候 當時有很多的這個 防重業者啊 天花亂墜 這邊講的好像 好像未來很有前景 所以這個我手上有一個建案 當時就很多人來投資 那這個案子 當初還一度是喊到三次投 結果沒有想到15年之後 這個泡沫破滅了 結果這個房價最低價 是腰斬15萬 所以好多人都套套在這裡投 真的是到這幾年 我們看到這個集結通車 三景Outlet 還有甚至市大運的選手村 選擇落腳在林口 才慢慢讓房市 好像有回春的感覺 可是其實我自己就是在前幾天 到這個林口這邊來看的時候 真的可以感覺到 在新市這裡面 它是真的覺得已經規劃得比較完善 而且人數真的蠻多的 在這個三景Outlet 在下半的時間 好多人都在這邊逛街 其實透過鏡頭 帶大家來看一看第一手的觀察 過去說到北台灣的重化區 03彈似乎買氣慘淡 但隨著生活技能逐步到位 人氣也跟著加溫 像是林口新市 正近五年的生活技能 是快速發展 包括了三景Outlet 這裡頭有上百家的商家 應有盡有 再加上跟捷運共共的 環球購物中心 想要Shopee完全不成問題 另外這裡跟不乏公園綠地 像是福倫公園 佔地非常的廣闊 周邊更是早期林口的豪宅聚落 提供給在地人一個休息喘息的空間 還有教育資源也很充足 除了原宣周邊 就已經有三個國小 兩個國中 現在更吸引包含了 美國學校康橋 和萬橋三所國際雙語學校進駐 不過新市鎮區 區域開發程度差異大 水價格落差也很大 絕大部分的居民來說 還是比較傾向生活技能比較完整 商業指數比較高的 包括像是A8 A9站附近 還是大家實際上居住的一個首選 那當然如果往外圍去看 像A7站周邊 因為它的生活技能 還沒有起來的情況之下 它的房價相對來說 就在林口地區會是比較親民的 在雞捷 新市鎮 奧位 影市城 國際學校等優勢的加持之下 指引住戶不斷的移入 所以現在這裡已經成為了 全台人口成長最快的區域 居民平均年齡只有36歲 也是新北市最年輕的區域 好 看起來的話 已經有人潮 人潮非常的多 對 人潮好多 對 我看到這些生活技能 好像也都是滿好 而且剛剛提到了 很多這個是外國人 會來到這個地方 就歸國的話 喜歡住林口 對 那我們今天是 大家看到林口的未來 還有是無限想像空間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過去也跟林口很像的 一片荒蕪 這個叫做台中港 天啊 台中港是什麼地方 它講好久了 好像都是什麼坡坎 好像都是一些漁船 旁邊好像感覺上 都沒有升級於草 就是海風很大 風飛上很多 這個都市計畫裡面 它事實上也是很久 它也經過1970年代 也就規劃了 可是現在它跟林口 未來會很像 有兩個商機 第一個 剛剛提到 日本山景奧蕪 它也即將在 它要進駐到這 已經進駐 而且台中市政府林家隆 已經是 大家都簽完約了 林口奧蕪是投資50億 新市政的台中港 它投資58億 第一期先投資25億 就是奧蕪的部分 慶選知道 將來這邊有摩天輪 而且是兒童的遊戲區 好 那進階 現在已經開始影響 哪個三個地方 清水 無期 殺戮 不得了 最近它的因為什麼 有個很大的利多 它竟然土地容積 可以到600 一坪可以蓋6坪 所以總共吸引的 我大概統計 大概15家建商 遠雄在這裡 直接講 遠雄在這裡總共推出幾戶 3500戶 底期900戶賣光了 每一坪15萬 都是什麼 兩房首購 所以這邊剛才 我跟家瑞在討論 他們很多朋友建商 有人到說 那個代銷 有人到台中去 他說台中 他說賣得都很好 因為什麼 他一字頭 15萬 14萬 13萬在拼 未來還有2000戶 總容納量大概多少 4200戶 會在清水無期殺戮 所以台中港的新市政 跟過去的1970年代 現在也是跟林口一樣 完全改觀 好 另外還有一個 是高雄市的一個小港 大平底的一個新市政 這是哪裡啊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在小港 在小港機場旁邊 機場 那它為什麼叫大平底 因為它是山坡地 所以這個叫做 高雄裡面的貓空 真的 我們現在叫高雄的貓空 下面叫高雄貓空 小平底 占地248公頃 好 不錯啊 它規劃很多啊 很多 但是為什麼 它有航高的限制 另外它是山坡地 所以很多人 它飆售了土地 就沒辦法出去 剛開始投資開發金額 總投資進去多少 136億 結果什麼 跟銀行借個34億 還不出來 完了 去年201年的時候 被什麼 監察院糾正 糾正高雄市政府說 你這個規劃大平底 這個簡直是一個空城 完全是什麼 虛幻的 好啦 那完成之後 它原本是規劃 是說20萬人 請選 你知道它現在進駐有多少人 現在這邊的人口 不到4千人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基本上已經停擺了 這應該是沒有機會 這個已經開始復動 而且它有一個這個R線的 那個所謂的紅線 捷印的紅線 本人家規劃到大平頂 新市政站 結果沒有這個站 所以它沒有交通 這個我看這個案子就死了 那我們看到其實說 其實台灣 講到新市政這一塊 大家會很好奇 其實新市政是最近才有的概念嗎 是1970年才有的概念嗎 其實好像不是 光復新村 沒有人聽過 只有聽到中興新村 對不起 我們講中興新村 一樣跟光復新村 都是在雾峰 兩個 一個在南投 一個在雾峰 那個時候叫做光復 一個叫做中興 因為什麼 邵康 這個叫做邵康中興 光復國土 要先光復 所以那個時候是蔣中正 跟那個時候蔣英國 定的名字叫中興新村 跟光復新村 所以那個時候特別提到 我們提到光復新村 也是第一個 那個時候是一個省府 那有教育廳 衛生處 員工眷村 另外有第一座雨水 那時候當時就雨水污水 分流的下水 好 那這個時候其實這兩個 都是規劃從英國倫敦 來去取經的都市計劃 叫做什麼 叫做花園城市 所以這兩個是要做花園城市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到中興新村 跟這個時候感覺到很多回憶 但是我特別提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中興新村 已經省府已經廢了 廢了之後今年 賴清德曾經到這裡 進駐了一個晚上思考 可能會把台北的 某一部分的考試 又有什麼意願 遷都到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將來是要做成 已經它已經轉交 又已經省費了 轉交給國發會 國發會開始在做 將來要做一個文創中心 可是旁邊很多土地 現在已經開始 還有私人土地開始推案 房價開始漲了 為什麼 因為遷都的效應 以及它未來國發院 整個要做什麼 移交的過程裡面 它將來會變成一個 美國或是英國的花園城市 而且超多其實那時候 好像有聽到一個說法 說那個其實政府呢 當時的政府為什麼會往 台北市的其他地方去造政 做一樣的新市政 也是因為當時是在戰亂的時候 所以要把其他地方 要規劃得非常好 以被所有 萬一有狀況發生 台北守不住了 直接往其他地方跑 你知道嗎 剛剛看那些地方的話 其實包含了中西新春 國富新春 你看他們以前用的地的話 其實都是漢地 也就是說它不能種植稻物的 一個漢地 然後它靠近的是山邊上面 那會在南投的話 真的是因為那個戰亂的關係 怕說那個台北被攻打的時候 沒有地方躲這樣子 那所以有一些政府要員的話 這個省政府的話 就全部都是移到那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旁邊E3的地方的話 進去裡面呢 有像蜘蛛網一樣的 防空洞 對 底下的隧道 對 但是因為後來921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地方震壞掉 他們就把它封起來 不然的話呢 那個把它開發起來的話 的確會是一個這個文創的一個中心 不過說實在的 中南部的造陣呢 跟北部的造陣的話 是兩樣型 南部的話呢 喜歡什麼樣子 對啦 喜歡別墅 大 大嘛 透天 因為我們地大這樣子 所以蓋了房子的話呢 一定要蓋出那個別墅出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南部地區的話呢 他們的一個造陣的話 很厲害喔 哇 看起來的話呢 全部都是這種的 欸 依山傍水的 你看人在水邊 然後整個就是好像國外的感覺 度假村的味道 聽說他們還特別很在意的 這個是養生的概念在裡面 對 因為其實就像 剛剛慶學哥講 就是說事實上在北部來說的話 我們如果說在操作造陣 這個議題的話 一般都是電梯大樓的一個產品 因為其實北部的人 他可能在這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他會希望享受一些機能 比較好的一些產品 就懶得爬樓梯啦 對 但是拉到中南部來說 我那時候剛入行的時候 我們中南部的店頭 他賣大概就是賣透天 特別是像在台南 如果說像台南來說的話 以前台南電梯大樓 根本就是賣不掉 那當然現在來說的話 就是大家可能因為房價高的關係 所以比較能夠接手電梯大樓 而且這是新案子 對 那當然現在新的案子 你可以看到 今年四月份的一個案子 大概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說第一個透天的一個產品 第二個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一個 濾負率會相對的比較高 就是說它不會把所有的土地都蓋滿 它會留下一些所謂的 一些綠地的一個部分 然後另外來說的話 像剛剛經濟有提到就是 包括了這些所謂的 醫療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比如說像 台南的這個個案上面來說的話 它雖然定價會比較高 但是它其實它離新樓醫院 的這個部分 它跟奇梅醫院 其實都很近 那當然另外來說的話 我們講完台南這個部分 高雄其實因為前幾年 大家其實也喜歡 就是透天的產品 因為現在太貴了 那但是現在在陸服的話 來 你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來 嘉欣你看這個 高雄這個別墅 光是看到這個畫面 所以你會不會想要搬過去 哇 你看 鳥與花香啊 所以我們就說 它的綠複綠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對於 對於一些長年工作 它希望能夠退休 享受退休生活的話 大概這種綠複綠 其實會是他們比較在意的 一個部分 可是對於他們當地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會不會比較偏一點 其實還好 因為到了台南跟高雄 實際上大家都開車了 所以如果說是 以開車的一個邏輯上面來說的話 這種造證型的產品 他們會認為說 我可能反正我就是開車 可能幾分鐘到 那這個是他們能夠接受的 一個產品的一個類型 那我們看到剛剛講到就是 南部地方 大家喜歡做這個透天別墅 或者有一些養生概念在裡面 甚至這個剛剛講到鳥與花香 看起來真的很吸引人 可是北部呢 北部造證計畫 好像北部人喜歡的是 生活機能 其實呢 北台灣的比較重要的重畫區 這邊有幾個比較造證知名的案子 這邊幫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的是遠差建設 他在領口的部分大概在15年前 有一個非常知名的案子 XX家 那一路到現在 其實那時候的領口 就跟剛剛超哥說的一樣 前面全部都是霧 一片都是霧 那可是因為那時候領口本身 他是台積第四比比較高 所以氣候非常的倚人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旅外華僑 回來這地方開始購自產購買居住 那這個一路以來 他從以前那一波 然後到現在整個領口 大家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其實他最早進去做 做操作的一個造證的一個建設公司 再來另外一個非常知名的 在三峽的北大特區 台北大學之前 基本上他剛開始準備簽落區之後的 不管是學府學情這些路 大條馬路的中間的造證計畫 都是這一間 遠差建設都是所做的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冒差建設 他非常知名的案子是在新莊 新莊的中平路 中原路 以及四原路圍起來那個地方 叫做歐洲村 很漂亮 對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目前有22的社區 總戶數大概有將近5000戶左右 這麼大 非常的大 那因為他很漂亮 他所有的房子長的樣子 都像我們在國外看到那種氛圍 所以呢 吸引了很多人要拍MV 或者是拍戲 或在那地方取景 拍婚紗 婚紗非常多 對 所以歐洲村是這個冒差建設 非常知名的一個造證成功的一個案例 再來我們講紅差建設 他在淡水 大概在2013年的時候 就是有用的非常知名的全聯先生 做了一些廣告 那有一二三期的一個開發規劃 那其實他這邊大概也是5000戶 左右的一個水平 他是一個也是非常承諾的造證的案例 那再來我們提到的就是中他建設 在板橋 大型板的這邊有做一個造證 那這個造證也是非常漂亮 因為大概一萬多坪的土地 目前五期的規劃 那也是很漂亮的造證的一個計畫 那因為延續了這麼多 很多造證計畫的一個成功案例來看 其實造證的計畫 他其實是屬於生活技能比較好的規劃 有一個大型的作品 不停留下來 最有的 有不停留下來 都是坦白的 又是坦白的 在旁邊 下個兩наруж 走一步 車道